各位多倫多的香港人 我真的非常感激 這次來星期六一個活動 然後昨天兩個活動 那個參加的場面真是爆破 超出了原本那個 老實說 幸好現在不是收拾得那麼緊 要不然分分鐘參加要被政府罰的 他們都很幫忙 盡量安排 突然之間多了很多人 一直都安排他們進去 就沒有拘人於門外 這件事情我就一直看著 不想有人在外面進來 這個就很重要 現在這些還是小事的 就是因為餐廳要罰的話 給他們罰斤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有機會見面 因為我們要談這件事 香港議會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感激所有來參加這三個活動的人 還有組織他們真的又出錢又出力 又出時間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時間 包括香港都是很寶貴的 他們的那種 老實說 我在圖案裡認識多少人 少於五個 真的是 就是透過他們 還有最重要就是透過他們關心香港 他們因為關心香港 不知道怎麼拍 將來怎麼拍 所以就組織這個 參加這個 來實際來聽聽我 到底有沒有 看看香港有沒有辦法 有很多人都有很多想法 就有我建議 是不是 而且我一直說 就用這個 先用這個議會 這個得到一個合法性 當然有很多 三個活動說話都很重複 有時候我們在節目裡 我們都說過 差不多綜合起來不是差很遠 但是呢 就一直說 越說就明白 就是很多人問問題就很重要 他問問題我們知道他關注哪件事 還有他不明白哪件事 那我們就可以在那裡更加講清楚一點 就是他們問的問題 他更加講清楚一點 這個就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他們有誤解 他們以為我是在那裡推哪個政綱 哪個路線 不是 不是有 還有我是不是來參選 不是 這些不是 就是說到最後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踏個平台 有一個制度 建立一個制度 民主的制度 就是讓選民可以選他們的代表 那叫做議員 然後議員 將來可以做他們 為他們選他們的 選民做的事 選民的要求 實際連那個做什麼的事 都是選民的議員 不是我的議員 我只不過覺得原來我們沒有這個平台的 以前在香港當然有留下會啦 希望那個時候 夢想有唱普選啦 這個我們覺得可以代表我們香港人 這個民主的制度來代表 誰知道香港那個人就下空了 我們是吧 但是呢 變成了沒有一個制度 民主制度來代替我們香港的制度 香港那套東西就是慢慢變啦 根本大家都清楚 有沒有代表性 有沒有合法性 那誰幫香港人說話呢 誰幫香港人做事呢 我就幫了一點點 出了一點點力 但是真是有一套制度 有一套系統 來代表香港人的意義 幫香港人做事 這個就是我的意思 不是我的願 陳親自明 我是在幫忙搭這個平台 阿龔蕭克今次 開車 美國也有 我又就一個來了 我們兩個都習慣了開車 不怕的 那他今早就先回去了 就由今天呢 原本沒有這個節目的 我原本想著播昨晚的 誰知道昨晚的聲音不好啊 昨天 因為我臨急臨忙呢 我那個開會之前呢 也有記者訪問 那記者訪問呢 我就變成跟他講了 說那個setup做得非常之不好 那昨天那個呢 就是那個現場直播就不好 前天那個就很好 所謂好呢 都是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唱榮歸香港 都是被人認識了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他 比如現在這套東西呢 就是YouTube這套東西已經可以 他不喜歡的東西可以認識的 那蕭霞就回去了 所以我今天呢 原本就想著昨晚的直播呢 就在這裡放出來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呢 就 聲音效果不好 所以我就特別 自己家做一行 自己一個人做一行 蕭霞就在路那裡 開車回去 那昨天就是 昨天和前天的那三個活動呢 就是再重複了 真的感激爆棚 組織又組織得 所謂就是全部完美 可以說完美 唯一就是做得不好 我自己那個 那個直播是我自己拿出來的 然後我說 不如多些人看吧 很多人問的問題 都是全世界的香港人想知道的問題 觀眾問的問題 我想著不如他們說 讓他們香港人聽完 那麽大家這個議會的概念可以傳光一些 那前晚那個呢 前晚那個呢 原本只有五十多人 做了直播之後呢 我猜現在都過十萬人看的了 很重要 平時這些東西都很悶的 你明白嗎? 如果無關重要的 平時我們就不會看的 但是這件事呢 跟我們香港人是有直接的關係 跟我們的前途 政治不可以不理的 以前呢 就應該搞定政治 我們就賺錢 這個解決方案呢 長期呢 就是不通的 我們自己一定要有我們自己的搞一套制度 是適合香港人 為香港人服務的制度 以前我們都是寄人離下 用別人的制度 所謂的回歸之後呢 中共也是有一套制度 是為它服務的 不是為我們香港人服務的 制度就是為我們服務的 但是制度 怎麽樣做一套制度為我們服務呢? 要我們自己做這件事 難度高不高? 你看今天 當日美國獨立 它自己建立了一套制度 建法制度 很多國家都要做一套自己的東西 適合它的當地的公民和當地的環境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不可以經常都遮住別人 我們香港人就習慣了 移民 移民 去到那裡就先用它那套制度 用它那套制度 我們就可以懶得不理 這個是懶來的 就是一個懶的制度 但是呢 你永遠都是自己不見了 自己的制度呢 你永遠都是用別人的制度 你現在看一看我們香港人最多去的地方 我不是少看那些移民 我不是少看英國 加拿大 美國 澳洲 是吧? 甚至台灣 因為我們香港人沒有 我們香港人沒有參加那個所謂建設的制度 所以我們是在人家的制度裏面 就發揮不了我們的力量出來 言語都不同啦 我們香港人講廣東話 你來到美國去講英文 那一講英文你就灑了截圖了 就算我的英文過得去 但是怎麼能跟當地的人講呢? 當地的人講出來 什麼都會講 我們要想的嘛 講一句英文 全部都要經大腦的 他們不記得 不用的 他們出口成章 所以呢 到最後 只是講個語言 我就明白了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一套政治的制度 代表我們香港人 總之這個制度 選一些好的人出來 幫我們做事 聽我們講 代表我們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最基本就是這樣的事 會不會發生 我相信絕對是會的 絕對是會的 不是的 絕對是會的 而且時間不是很久的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這樣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人 那些事情 這裡 當然是想的 大家可以問一下 其實是想的 這個想是政治想來的 不是經濟想來的嘛 中共做錯的 外國的股票要回來 回來哪個接盤呢 那些美國人 難道美國的股票回到香港 他就來香港開個戶口來賣賣 當然不行 看不到時間 時間差都差了12小時 那它多數那些股票由美國搬回來香港 那些美國人當然是放了它 放了它就回頭 那你這裡成不成節 現在北京拼命在賺錢 死差不點了 哪有這麼多錢啊 美國那些是私人錢 基金、退休金 那些錢不是急用錢 現在大陸的錢 錢就是國外匯 全部是最緊急用的東西 怎麼可能用來炒股票的 人家美國那些買股票的全部都是人家的五筆錢 退將來退休啊 什麼什麼 就是錦上天花錢來的 我們大陸的錢就是在人民的身上拿下來 來幫香港鬥施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政治問題來的 整件事情 為什麼跟美國吵架 美國踢它回來 這個可能前一半我都轉次了 就是我代表在當危會裡面還代表他們 來趕他們那些 是美國上市公司 趕走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做足那個披露 那個合數裡面那張worksheet 就是那張計數怎麼計出來的 你的結果就知道了 是不是 那個財務報告裡面的結果就知道了 那個數字怎麼計出來 就是不可以說你不斷給這個數字 它不肯給 說是國家機密 這個足夠的理由 最後美國醒覺 我們就去做這些事情 就提醒美國一定這件事 不可以有特別的寬容給大陸 實際上大陸的公司來到 就在抓緊這些 這幫人不老實 是不是 誰知道美國會讓他們搞定 可以特別寬鬆 不用那張計算表 就是你那個數字 就是台務報告裡面有幾個 當然有很多重要的數字 應該有計數表出來 你怎麼可以計出來 它可以不拿出來 那就趕它回來 趕它回來 中共現在禁決外匯 四頂 撐著的事 頂都頂不了 跌穿過二萬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政治 不是說政治 政治很重要 只不過我們以前就 用了明國的討論 它就比較穩定 移民了來加拿大陸 這裡當然是比較穩定的 沒有東西絕對穩定的 美國也很穩定 就可以過得去 我們在工作方面 就業方面 在住的方面 在投資方面 積蓄方面的錢 我們的財產 得到保護小孩子 受比較穩定的教育 教育在這裡 這個就是政治可以給我們 參與政治可以給我們一個 安全平穩的生活 其實現在的錢 股票這麼下跌 就是說港幣就很危險了 我們很大部份的財產 樓那些還是用港幣來計算的 那你如果港幣有什麼三長兩短 實際就已經營造我們的樓 你現在有什麼事 你真的將來換不出來 你看俄羅斯就是了 真的是一兩個星期 原本我路報是可以換美金的 雖然那個匯率上上下下下 可以換的 我在那裡做這麼多年生意 完全可以換回美金出來 隨時自由換月 而且是有價的 就是有換價 更加銀行可以換 突然間就沒有了 就這樣就沒有了 俄羅斯啊 你香港怎麼跟俄羅斯比較 我們一個這麼一個城市的人 城市的一個城市 人家你看看那個國土 人家的兵力和國力 我以為很厲害 以為俄羅斯很厲害 又是因為政治問題 搞到所有國家的儲備 公司的外匯 那些有錢人 那些有錢人 你說他們貪污也好 那些寡頭的財產 是全世界的財產 個人的手裡面的外匯 有很多俄羅斯人 為什麼他打算有些外匯呢 就是跟大陸一樣 很多人有外匯 全部沒有了 幾天而已 幾天而已 大家不要以為香港沒事 以前英國人那套 那套這樣的制度 是很安全的 沒事的 九七之後 這二十多年被他們搞到一頭 被北京搞到一頭 就變得很不安全 所以我不想其他人說 我沒有先知之明 但是我就記得了 過去那兩年我不斷提醒 不要拿港幣的資產 拿它借也好 拿它借也好 拿它買了也好 然後再說一下 這個就是政治問題 我們不想參與政治 不想參與政治 我們控制不了政治 所以是政治環境在控制著我們 在推著我們 如果一個成熟的民族 成熟的人 你看大家的電視 我現在就追星 NOT 大概cl I 收人 大約 我們要保持 任何тор 我知道 每天都被加一個 方 popular 法委 所以我覺得 那個ủ會 還是不要再跟我們 跟郭忠祖 照 alten 我們連我們都都不想 這個日子 看看裡面的智慧 不是這樣一看真的 真是看得明白 又看得明白 但是他捨得好 現在有多少人捨得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區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政治不穩定 整個好一輪 突然間就散了 到現在不斷地一個朝代 這個朝代 這個皇帝 一到這樣就不穩定 就自己破壞給自己 跟外地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累積性 我這幾天都說了 我六、九年就來特朗普看過 一直到現在看整個特朗普的經濟 是 很多問題 但是進步是不能夠黨的 那五十年的進步是不能夠講的 也不能夠教的 對這個不滿意 那個政治家不滿意 那個政黨不滿意 但是你看看那個市面是不能夠講的 這些是好 看到那些收入 看到那個股票的市場的市值 這些是不能夠講的 這些就是真實的 所以你看到別人有政治安定 別人就有這樣 所以香港人為什麼要移民在這裡 就是這樣 別人因為政治上是好過我們 政治上失敗 所以要移民 我們在香港賺錢更多 更厲害 不是那個經濟環境 是政治環境好一點 所以你們一定要參與 不可以說有另一個教練 年紀很大 就像我們那樣 真的我都很不願意來參加政治的 突然間搞個趕快 我們逼著來的 但是年輕的人 應該有這個政治一種 覺得這個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一定要參與 在香港長大的 那些 你兩邊都參與 也可以參與加拿大 參與香港 那個是最適合我們 因為語言 政治脫離不了你的語言 你看我現在講廣東話 我講廣東話實際 我有講廣東話 有講上海話 有講國語 有講英文 講英文 講到我英文是廣東話講得最好的 所以我跟你們很珍惜的 其他我都行 不一樣 講出來的那種大家的 講了大家的那種關係 那種親切感 是沒有得比較的 所以就一定要參與政治 參與政治 很簡單的 參與政治不是很難的 你普通人 就是找你覺得好的人 不是 你想像 你怎麼做什麼 你就支持你覺得 適合你心碎的人 不一樣的 和買馬不是差很遠的 和買不買 反而馬要研究很多 看到香港那些人 真是對著馬那種研究法 反而政治容易過 馬很多 黑不贏的 政治加很多東西要講出來 所以要找人代表 一定要參與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個選舉 這個 我現在在這裏 拼命說 不是說你要跟我的做法 是跟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的做法 就是不說你們將來要投票 那我就去到 我現在記得我上個禮拜在溫哥華 現在這個禮拜在東安東 在溫哥華 三個都安排了我 我見幾個組織 那這裏呢 都有幾個組織我見過 但是我發現呢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幫香港人 幫香港人 和國會 政府 溝通 都做了很多事情 那就 彈紅 代表香港人 你們香港人是主人 你要找自己的代表 這幫人是專門為你們做事的 淹來沈水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講你要講的事情 他代你說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 你要選這個代表 代表有些人叫代表 有些人叫議員 大陸叫人民代表 他用代表就知道 美國用議員 甚至總統也要選 就是這麼多事情 實際上不是很多 你就是等於買馬 真是減些心碎的人 你選這些人 將來這幫人 如果他不行的話 將來換個 沒有其他事情 錢都一字的錢 不是多少選我 我都沒有興趣參加 我有其他 重不重要 對香港重不重要的事情 我要去做 議會對我來說 一定需要他們做 但是有更加很多其他事情 需要我去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 這個 我這次就是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這樣說 一個觀眾都沒有 一個觀眾都沒有 有其他那些團體 關國外的團體 他們聽了我講之後 就不表態 不表態 不是壞事 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議會一搞 就很多 就是看清楚 誰是真的代表香港人 誰是幫香港人 這件事情真的要分清楚 很多很多NGO 是在幫著香港人 這件事情 非常之了不起 沒有收錢 什麼都沒有做 不斷義務幫他 監察 這裡有一間叫做 好像叫做 港加聯 港香港國家 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而且很多很多NGO 全世界很多很多NGO 都關懷香港的事 就幫香港出聲 幫香港補帶不平 現在中共還說要去 香港監察說它是犯了《國安法》 要罰它10萬塊 有些人直接控訴香港兩層 但是離譜了 這些不用說了 人家做的事完全是合乎國際法 又合乎中英聯合聲明 連那個《基本法》都沒有破 只不過後來加了一個假的《國安法》 那是硬來的 實際上按照原本的《基本法》 就怎樣他們在那裡 所以現在要去告人了 今天我就看到大腿大笑話 但是很難得 香港很難得 他們做的事真是我們 但是記住 他們是很深的 他們做的事不是香港人的議員 香港人選出來的議員 那個香港議會 只是代表香港人 代表你們的議員 記住這個 不同的 不同的 你記得香港是不是很多慈善機構 以前你記得我們 我以前都屬於什麼 那個人叫做什麼 什麼人制議員 是吧 有東華三議員 有這些 我不是參加很多 只是參加一兩個 是吧 但是 它不代表了香港的立法會 也不代表香港政府 他們這些全部是好事來的 幫香港好事 不代表立法會 也不代表香港政府 將來我們要有我們的議會 我們要有我們的政府 是良心的定族 是為香港人而設的 當然昨天這幾場 這三個都會有很多 那些人 是不是很好的 那些人 真的是很好的 那些人 你這裏 不是很好的 要的 說 你這裏 你這裏 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妳這裏 這個我覺得 我們妳這裏 我這裏 好 dignity 也不是說 你這裏 真的沒得說 但是他們聽了我講之後 關於香港的議會 個個都說 他們很感謝我 說我保護香港 說你不要感謝我 記得投票 你要投票 而且要多抓幾個人來投票 這個就是將來你真的幫了我 真的幫了我 就是所謂多謝了我 我就是推廣這件事 最後的成敗是一件事 多少個人投票 不是多少個社團體支持我們 這個不關事 他們沒有票 票在你們手裡面 一張一張 現在我們將來做的系統 可能我建議 比如一屆選30個議員出來 一個選民就可以有30張票 你可以選一個 頭一個也可以 頭30個也可以 頭29個也可以 可以隨便的 所以將來你作為一個投票者 你很高大 很大很大權 這件事呢 他們很多團體 因為多多少少這個議員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 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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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來的 因為選出來的議員是主人來的 是代表主人的 所以他們呢 多多少少那個發言權 聲音是大很多的 反而呢 很多幫助的NGO 幫我們那些 他們是輔助式的 變成了呢 如果有了這個議會呢 他們那些輔助的聲音就洗了了 就是大家都是全世界的關注 關注這個議會選出來的議員 你想怎樣 我們怎樣幫你 就不是說 那些NGO 說我幫你就可以了 你就接受我幫你了 這個不同的 不同的 就是你 你要求它怎樣幫你 還有它打算怎樣幫你 不是一件事 我們香港人現在是需要 我們提出我們的要求 就是希望人家幫我們 當然很感激 不是那種武器那種意思 但是我們要提出我們的需要 然後又希望很多人幫我們 我們當然自己要幫自己先 然後還有很多人幫我們 這個只是一個正常的關係 等於你做生意而已 你不要只靠銀行 那些人就是遲早破產 你看現在大陸那些企業 原來他的資本就撿失稅 全部靠借的 那你平時當然沒事了 當你還不出那個時候 還不出本 還不出利息的時候 因為整個東西都倒閉了 但是你看看西方人家真的做生意那些 就是短期借 有需要自借 但是他本身是有本錢的嘛 就是有本的嘛 不是靠借的嘛 所以我們有我們的議會 這個是本來的 人家幫你那個要送給你 救濟你 或者幫助你 或者借給你 那些是次要的 最重要是救要救 自己要救 你看到烏克蘭就是了 是吧 美國人你不用管 你兵不准你給我武器 我自己會幫自己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記住了 台灣也是的 你不要靠美國兵來幫你 不會來的 他會給你武器 給你很精良的武器 教你怎麼打呢? 在遙遠那裡幫你 你怎麼指揮 怎麼看什麼 但是最後那場仗怎麼打呢? 是要教你自己的 我們都是 將來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場仗怎麼打呢? 打回我們自己 誰是我們? 就是我們選出來的代表 我實際上都說了很多次了 很歸重複了 那我再三感激烏拉多 我覺得這裏非常之非常serious 對香港議會不反對 他只是想知道 知道的細質 沒有人 我暫時還沒聽到 這件事是怎麼樣的 你是錯了 真的 就沒有其他人覺得可能還沒成熟 這個講的都是正常的 我完全不覺得是惡意的 所以我要將我延遲的工作 工作向各位 包括香港人 包括包括土安土 所有全世界的香港人 我作一個回報 形勢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不是跟其他機構合作 我們就是那個平台 就是由你們選民直接去用的 這個不是說合作 選誰選誰 不是一件什麼事 選誰全部都是你們說的事 我們只有一個平台 而且他們很多很多組織 如果他們願意變成政黨的話 參加這次的選舉 絕對是好事 不是壞事 而且我也不想分他們 那媽媽王 你絕對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們組織政黨 你們提名也好 自己提名也好 絕對受歡迎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 獨立候選人 那些政黨候選人 我完全不斷地說 那個門檻要訂到非常低 因為如果整件事是妄想操作 不是很難的 多少些人 甚至過千人來做候選人 都沒有說不行 最後 就是你現在去Amazon買東西 油購 這麼多東西 但是你有辦法選出來 你選舉實際上就是買那個 你選舉實際上就是買那個 等於你選了那個候選人 你就不是給他錢 就是給他票 實際上都是那個過程 是一樣的 我們都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希望 就是我要不斷地做事 英國、澳洲、台灣 還有香港人多去的地方 就是這次以我的地法院 就是支持量最厲害的就是 你暫時 我可能在其他地方 還沒有連動這樣的機會 給我講 他們站在一起問的 我希望去到遠隔 看看有沒有辦法 搞一個不是吃飯的 大家坐在那裡聊都可以 四個小時就什麼都聊完了 我到處 如果我去到 大家聊的話 我做直播 下次就會做好一些 找一些好一些設備 我用iPad就沒有夠了 去澳洲 他們問的問題 實際上跟你們各位問的問題差不多 不是差很多 我這個有一個email地址在這裡 就是歡迎你們問 好嗎? 那Toronto就講到這裡 再看看現在香港的情況 我都想看一看 股票就知道很正常 這個是事實的 我一直都 不要說我預知 我一直都提示香港人 就不要炸香港的資產 包括股票 包括樓房 我們錢變成在外匯 擺出當天的上海 來到香港 可以過得去 包括郭鑼州 就因為它有些財產在香港 如果一般的上海人來到就很慘 你叫上海人的面子 突然之間來到香港 很慘的 那些人是最慘的 沒有飯吃 就沒有面子 突然之間沒有了錢 是很慘的 這個當然 尤其是上海人知道多麼要面子 那些離證的那些也有回不上下的了 中上 甚至是大富翁來的 那些來到那種慘化 我們都看到的 那種低性 見得多了 所以不想香港人有這個下場 先警告你們 放開一些東西在外面 那些美金的外匯在外面 將來救命是搞這些的 你看看越南人 真的帶著那些九金就出來的了 什麼都沒有 那些越南人只 共產黨一拿走 那些西貢 那些人就是那些船民 走出 還在海裡被人搶劫強姦 那些越南人 我們經常在美國 外國人多了 越南人那種走撓 你不要想著不會發生的 分分鐘會的 多麼慘啊 我們香港人 所以我們跟越南人很關係 你聽到那個人 一說你新嘴巴都記得了 那麼 就跟我們香港人 我們收留了它 有錢都沒有收到它 直到有人收留它為止 到美國 加拿大 那個多數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 我們香港人真的真的好心 全部都是我們 我們沒有人說前年應該由我們 立正給出 所以我猜香港人自己賣了單 那就沒什麼所謂了 你救人是好事 就是這個下場 昨天的南越的淪陷 那種慘犯 現在那些年輕人都沒有什麼 我們是正常的 我認識很多元南人 那種慘犯 突然間 她們都沒有什麼搜尋 很多人都是 樓下也還在那裡 現在你問回他們都害怕 真的 啊 哇 突然之間什麼都放下就走 很多都是 樓下都還在那裡 如果香港政府不讓你走 你突然間找一些漁民 香港的漁民幫你走 都是一個辦法 它管不出來 譬如 香港很多船 去到幾個避風塘 我看到這麼多船 幾千架船一起走 沒有人管得到 街坊軍 海軍都管不了 所以就讓你走 它就免得管 留島不留人 有這個日子的 不要以為沒有 這些全部都是歷史上教訓我們 股票想到不清楚 為什麼呢? 它是想著美國這麼多股票回來 大陸的經濟不好 有缺錢 這個就不用說了 不是香港的問題 在大陸的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 但是直接影響到公司的利益 公司的利益不行 那就直接影響到股價 接著還慘 美國這麼多幾百隻股票要回來 回來又要找錢去頂 外匯啊 找外匯去頂 不是找人民幣去頂 我在香港 所以那時候 任志剛已經知道 那些和東西結的了 他就提出了 可不可以找外匯去買香港股票 他就已經計算了一條數 我就說出來 這和東西是很結的 那時候他就拍了心了 那時候習近平以為 中國還是可以賺很多外匯 現在多少負擔? 俄羅斯也要他負擔賣 他說敢不敢不負擔? 普京很兇的喔 你這麼大的國家已經欠你這麼多錢了 欠你錢的東西很餓的喔 你不再給我 你再不借給我 你再不預負給我 你再不預負給我 沒得還 利息都沒得還 國家和國家怎麼樣? 你拿去法庭嗎? 國際法庭嗎?沒用的 不管 沒人管這些東西的 反正他都被人制裁了 所以普京發起共惡 當然被人制裁 他發共惡 遭殃的是中共 因為你借了錢給他 你又不捨得 又不捨得 而且你又需要跟他合理一齊 來對付美國 變了有什麼多一盒 又要負香港股票那盒 又要負俄羅斯多了一盒 而且全世界 現在南韓那邊 原本有些晶片的材料 晶片那些給你的 突然間又沒有了 三星賣很多東西給大陸的 那些晶片 有些偷偷的 有些什麼 很多手機 現在弄了新總統來 個個都又斷了 所以大陸有很長時間 有很長時間 就根本救不了香港 到最後 他就打理香港人的主意 先打理你的儲備 再打理公司的財產 再打理個人的財產 和上海一模一樣 就是講到自己都有點沉默 觀眾鬧鬼 我就說我 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真的是 又重複再重複 不是說見到故事的貼紙講了 講了兩年了 真的講了兩年了 那些小孩很多都聽了 不聽了 免得細節就不講了 那些小孩都在這裡聽了 就是聽我說那些小孩 就是這樣